今年之前 别克公司宣布正式停车凯越车型 这样当时的汽车市场受到不少的影响 更让众多喜爱别克的消费者难以理解 可是近听消息说 凯越要复活 都是好马不是回头草 别克为啥要复活凯越呢 在当时 凯越作为别克汽车会下一员猛将 在汽车市场上一直有着极小的市场占有力 然而根据别克公司当时的计划 他们将在未年几年内 陆续推出超过60款新车型 然而别克其实的生产能力 却不能满足如此多的新车型和老旧车型同时生产销售 同时别克汽车并不甘心于只做中档车型 他们想要建筑更加高端的汽车市场 如此一来 别克汽车让自己满足不断更顶的市场潮流 只得放弃凯越这一款老车型 然而这一启动并没有带来很好的效果 在之后的数年内 别克汽车由于提高的汽车定位 也让汽车的售价水涨船高 这就导致别克汽车整体销量下滑时很严重 所以在10万元左右级别的车型中 别克汽车的表现更是欠佳 市场占用率大幅度下降 别克汽车为了缓解这一趋势 正好恢复了凯越这款车型的生产计划 在庞弹的消费群体中 10万元级别的消费者最多的一个档次 这也导致该档次的品牌建设十分激烈 虽然在这一档次中 也值不少实力强劲的提手 但是别克凯越的战斗力还是极强的 最近别克汽车正在发布了最新凯越车型 这一款汽车型不仅变成了 显出型的经典设计理念 同时也被赋予了全新的运动风格和动感 这也让这款汽车面对的消费者群体 更加年轻化 尽管我们现在不清楚它的具体配置和价格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这次吃的活头草的别克会有怎样的表现